实验第一个步骤是选择输出UDP数据选项 然后我们这里选择是马赫VVI根据负量角速度扶养 滚转横向跟横轴纵轴高度还有NF1的导航数据 导航数据选择页面中的四个方格 由左至右分别是网络主机文本跟图形座舱显示器 第二步为设定网络位置以及输出端口 这边我们网络位置选择本地位置127.0.0.1 输出端口为49005 第三步为开启LightView程式 注意输入端口位置为49005 第四步为设定摆放飞行起始位置 然后这边机场位置我们设为RCSS 松山国际机场 然后跑道方向设为跑道时大概9海里处 然后蓝色部分为ILS系统开始导引位置 黄色部分为导引中止位置以及高度部分 第五步为设定天气影响条件 首先我们进入天气的设定画面 我们将3000英尺的阵风设为四级阵风 在2000英尺时是阵风三级 在1000英尺时阵风为两级阵风 第六步为开始沿着下滑道3D路径飞行 我们这边显示的分别显示 有天气影响记录 还有无天气影响记录影响的飞行画面 第七步为飞行完毕停止LateView的记录数据动作 第八步为开启MateLab软体 然后并输入LateView刚刚记录的数据TXT档 第九步为输入程式码导出三维曲线图 然后这边分别生成的是N坐标 E航向坐标水平偏移量曲线图 还有E航向坐标低高度跟垂直偏移量的曲线图 最后一步为分别导出水平及垂直偏移量后输入DDM公式去计算 最后一步为分别导出水平及垂直偏移量后输入DDM公式去计算 Loc及垂直GP的DDM修正量载入同一表格互相比对 然后现在比对的就是有天气影响跟无天气影响的数据图表